大家好,起风了,这次要变天呀 昨天晚上来到了福州市的长乐区 这里是昨天晚上的露营地 今天准备收拾一下出发莆田 差不多将近有100公里吧 这是昨天晚上 从福州前往福清的话是58公里 今天我估计差不多天黑能到 天气还好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顶峰 返回了228国道 哇 这个镇子有点年岁了 这还有一个孤井 金峰镇 什么 看不清 已经看不出来了得多少年了 我看了一下里面有鱼 大家可能看不清 下去了 这是一口 以前的时候应该是取水用的 现在应该没人用了 但是里面有喂的鱼我看到 这里是常乐区的金峰镇 水还不到市区 水外围 好香呀 饿了 找地方吃饭 这个金峰镇还是挺大的 这边属于是老街区 北方饭 北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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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饭 饭 休息一会吃点东西 路边的小餐馆 炒面 10块钱一份 老板 来份炒面 5块钱的扁肉 就是混沌 四川的话叫超手 我们那里叫混沌 这里叫扁肉 还有叫什么名字 好像还有一个名字 我忘了 然后10块钱一份的炒面 中午饭吃饭了 特别的可 好一点 吃个面 下午的话还有 最少得有50多公里 嗯 味道还行 今天还是来福建的时候 我还以为吃不喜欢福建这边的饮食 来了以后 还做到饮食 也还可以 旁边就是福州市长乐机场 这边是离海边最近的地方 二二八国道 观景台上来看一看 这边风好大 旁边是一个小渔港 哇 这属于是近海了 这里属于是台湾海峡 还有人在海里洗澡 看见没有 哇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风这么大 昨天都没有这么大的风 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就挺大的 看见远处隐隐约约的那个岛了吗 那里应该就是平潭县 是一个小岛 而且不是和陆地相连的 现在已经修好那种高速公路了 可以直接开车过去 五一的话其实可以去平潭岛上度假 你看 就是这种海滩吧 基本上差不多 这个海水很清澈呀 很清这个海水 那这么急风这么大肯定是要涨潮了 现在这个点应该是涨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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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好热 最近几天最热的一天 马上快出肠热了 马上快出肠热了 到福清了 这边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呀 好多纺织厂 下午的六点钟 现在下班了 好 好 好 馒头吗 馒头包子 也有包子 菜包子肉包子 汤包子 什么馅的包子 有菜包子 有肉包子 有汤包子 你要那包子 什么馅的包子 这个菜包子 什么馅的 有韭菜 有包子 有粉菜 韭菜的给我来四个吧 有粉菜 有韭菜 有韭菜 有胡萝卜 哦 韭菜 还有粉条 粉条 来四个 行 要不要 多少钱 四块钱 嗯 四块钱 一块钱一个 四块钱 哦 哦 包子 两个韭菜的 然后 两个粉条的 好久没吃包子了 今天晚上的目的地福清 到福清以后再休息 我先拿几个包子 垫一垫 等到福清的时候再好好吃 马上就快 进福清了 嗯 顶不住了 先吃口包子 分条的 嗯 今天时刻太热了 那两个热汗 又买了一瓶水 太渴了 今天准准喝了一瓶 没解渴 天热就得使劲喝 还有十一公里 到达 福清的城头镇 我估计得 7点半了 天黑 加油吧 现在来到了福清市的龙江古桥 河边 这边呢 这边呢 有一个宋代的古桥 是福建省的四大古桥之一 这条自行车还有摩托车可以过 汽车不行 全部都是滑光岩 全部都是这种大型的滑光岩 是住雷阶层的 下面桥边也都是滑光岩 经历了千年的岁月 保留下来了这么好的一个古桥 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上面的话是228国道 龙江大桥 嗯 我就在这个桥底 今天晚上搭个帐篷吧 他这个台阶上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园 主要明天晚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这个位置太阳晒不到 舒服 其实也可以把帐篷拿到这里面 去这里也可以 一个十台阶 海水涨潮的时候 能涨到这个边边上 就是船搁浅的这个位置 现在是退潮时间 这离海边挺近的 这位置应该还可以吧 我感觉还不错 又干净又卫生 嗯 厕所的话 就在亮灯的那个位置 那小房子那里 行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了 帐篷已经搭好了 就搭在这个 嗯 木板的台阶上 这边 还有走路的地方 灯行车放里面 明天的话 好像有 大多暴雨 所以说今天晚上找了个避雨的地方哈 哎呦 哦 这回 涨潮了 也下雨了 这就是 这波冷空气来 影响到下雨 在这个桥底还挺好的 防雨 今天晚上要没有这个桥底 肯定有点爱淋了 下的不小 大到波雨哈 好像是 可能最少的是一场 大雨 打雷了 这灯好漂亮 敲头的 这有个桌子 我把那个 今天用买的菜 把菜拿过来在这边做 下个档工板 把这个排骨 天天 又买的排骨 把这排骨 往上煮一下 你买的土豆,还有蘑菇,还有胡萝卜 竟然好像挺丰盛的 哇,这雷达的 土豆削下皮 它会切成块和排骨一起煮 下到了,花花的 切一块胡萝卜 这里可以买的这个 鹿绒蘑菇 鹿绒菇 鹿绒菇 也好吃 好香 太多了 少泡一点 这几个差不多 我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也是炖菜用的 都可以 用热汤泡 感觉这个稍微洗一下也行 上面削帽子油不少 这个土豆 还有蘑菇,胡萝卜 也有很多 全部都洗一下 洗一下 洗一下直接扔锅里 一起煮吧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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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水 水 鸡 一 把这个蘑菇夹到锅里 这一锅的老鲜了 再来点盐 OK 差不多了 我感觉应该可以吃饭了 煮了半个多小时 看一下 哇这么一锅 美美的呀 今天晚上 吃饭吃饭吃饭 看一下 胡萝卜土豆炖排骨 还放了一点小蘑菇 先来上一碗葡萄酒 完美 来块排骨 尝尝味道怎么样 真香呀 这个排骨汤哪有营养了 你们看了吗 就算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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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得切了60公里 到这里明天还有60公里到获田 就不知道下雨不下雨 今天这个雨下的全都湿了 明天的话好像还有大雨 看情况吧 看看能走不能走 主要的要下大雨可能就没法走了 要是不下雨或者是小雨的情况下 就正常出发 现在晚上又是小康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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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